慧文是 你對坐月子有慘痛的經驗 我覺得 因為我兩胎不同的狀況 老大那時候呢 因為我是家裡的老大 然後就也唯一的女兒 所以我媽媽其實她很早以前 就很期待幫我坐月子這件事情 所以老大那時候是回娘家坐月子 然後老二後來是 你的娘對不對 對 就是 你的娘 不是你的 不是我婆婆 對 但是婆婆也有開口啦 只是因為我覺得說好像 那時候感覺是回娘家會比較舒適 自己的媽媽照顧這樣子 可是其實後來 起胎也比較好起胎 也不能這樣 但是後來 但是就是也真的發生很多 跟原來預期不一樣的狀況啦 比方說那時候 我回娘家坐月子的時候 第一次要幫小Baby 才剛從醫院回家 然後要幫她換尿布 然後我就說 媽你幫我弄一下 因為我可能要急著 整理東西什麼的 我看我媽在那邊 瞧了老半天的那個止尿褲 後來她跟我開口說 對不起 這個我不會耶 我說蛤 你不會 她說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沒有止尿褲啊 沒有止尿褲啊 所以她並不知道 到底我要從前包 還是從後包 還是怎麼黏之類的 然後我就嚇了一跳 我想說 怎麼會媽媽 連這個都沒有辦法幫我的忙 因為以前都是用刨部 對 然後把車做會 那個叫做麵皮啦 麵皮比較吸 或者是內衣 比較會吸水 對 然後呢我就趕快拿 所以妳是沒有穿過尿布那一年代喔 是 對 然後呢 後來我趕快還好 現在的那個尿布包裝上面 都有寫方法 趕快拿起來 拿出來看說 到底怎麼包 然後趕快把它處理好這樣子 那就是第一關嘛 然後後來呢 就在家裡住了幾天之後 也發現狀況有點不大對勁 因為我媽媽她是非常用心的 她一直覺得說 她過去月子沒有做好 所以體質沒有補好 她很在意幫我補身體這件事情 所以她就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去找什麼土雞啦 就很好的雞啦 然後她也親自幫我燉補之類的 就花了很多時間在料理這件事情上 可是因為我其實還有很多需要幫忙 比方說小寶寶的照顧 或者是我自己要 擠奶 對 要擠奶 要幹嘛的 但是呢 我媽又她其實都是 一直在煮東西給我吃 所以變成我自己 處理所有的事情 我在那一個月裡面呢 就是包括小寶寶 從她要洗澡啦 或換尿布啦 那洗澡 我是自己拿那個大的澡盆 從浴室裝了水 然後扛到房間 因為那時候告訴我們說 那個要在房間洗 你比較不會著涼 就很不懂 然後就是一直自己 真的嗎 搬到房間去洗喔 真的 我就這樣扛過去 因為就那時候訊息沒有現在 我是中生代啦 就是訊息沒有現在這麼發展 哪有人自己講自己中生代 真的啦 真的啦 比起來現在是中生代 然後但是我也不知道說 這樣其實對產婦是不好的 因為我的腰一直都在彎 然後一直 提重物 也不行 這都不行 可是沒辦法 因為沒有別人可以照顧我這樣子 而且妳的溫度也要控制 對不對 妳旁邊也容易冷掉吧 但是那時候我就弄稍微熱一點點 然後再把它弄到房間去 每天這樣搞 然後還要在什麼傍晚之前 趕快讓他洗好澡之類的 就搞得自己也很緊張這樣子 很累 對 然後後來就是 妳如果妳吃刷要再拍到打嗝 對啊 就是幾乎我在那個月裡面 後來搞到都沒有躺下來休息過 然後發現這樣子 真的是對媽媽也不好意思 因為她也很忙碌 然後一直都在幫我準備吃的 然後我自己也沒有辦法好好休息 所以後來才會變成說 那到老二的時候 我覺得說還是不要麻煩長輩 就請那個月子媽媽到家裡 因為那時候我的考量是說 妳說妳這樣提水這樣子 搞到有子宮下垂的風險 沒有 其實就是不能提重物 就是怕妳子宮還沒有恢復好 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剖父嘛 然後妳又要綁那個束腹帶什麼的 那不會很擔心妳提重物 其實為什麼產婦就是 坐月子需要一直躺著 就是要讓妳的子宮腹位 妳的很多器官其實都撐大了 然後要讓他可以好好的休息 跟腹位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正常 理想狀態是 妳最好就是餵完奶這件事情 之外妳都不要碰 但是現在老實講 很多為什麼需要去月子中心 就是因為可能長輩 他也沒有辦法幫妳 處理這些事情 再來就是都是小家庭 所以也沒有人可以照顧妳 所以很多就是 直接到月子中心這樣 妳老公呢 他要上班啊 我那時候他的產假 他還是在三天的那個時候 現在好像比較多天了啦 可是他其實也幫不上什麼忙 因為他會下班時候來看我 但是他沒有住在我們家 就是看我之後他因為 又要準備上班的事情 所以他要回到我們自己的家 去整理那個家裡總要倒垃圾啊 要幹嘛要洗衣服啊 他還要處理 所以他會陪我一陣子 最怕是小孩沒好友 然後一直哭 妳就沒有辦法休息 是啊 我老二就是類似這樣 從出生第一天開始 就一直都沒有辦法好好的 睡覺這件事情 然後我又真的運氣比較不好啦 我又遇到我生老二的時候 因為老大剖腹 所以老二也剖腹 那我已經知道 浴產期什麼時候 就是已經約好時間要去住院 偏偏在前一天 我老大居然莫名其妙地狂吐 五分鐘吐一次 五分鐘吐一次 所以在我住院的那一天早上 我們還跑去大醫院 就是處理老大的事情 然後後來呢 我就本來跟我先生說 那我們要不要演一下 就是開刀的時間這樣 不然老大的狀況我有點擔心 他說那我先生說沒關係啊 不然就是還是去生產這樣子 那他來處理 結果就變成說 他的這個狀況後來搞到住院 所以他在 兒子住院 我女兒 老大在樓上住 我生產我在樓下 然後又很怕他的狀況會感染 所以我們其實 一直到我生完兒子的 快要出院的時候 我兒子才跟他爸爸 還有他的姐姐見面 就是還蠻忐忑 那個時候 因為一心又要擔心大的狀況 然後自己又需要照顧 然後我兒子又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哭這樣子 所以就 那時候其實在醫院 就已經很不好照顧 那為什麼說 爸爸還因此被詐騙集團騙起來 我爸爸 就是我在坐月子的時候 那因為我回娘家 那時候第一時間的時候 是在娘家 那我們家裡 我爸媽他們有開店 又是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因為我在 我人在家裡休息 然後餵奶的時候 你知道就是那個姿勢 是沒有辦法再空出手 去做別的事情 就是餵奶 結果呢 我在餵奶的時候沒有接電話 露死一通電話 後來看到是我爸爸打電話來 我回播的時候才知道 他說 你剛剛是人在醫院 我說沒有我在家裡 我在餵奶 可是剛剛有一個人 是你的聲音打電話來 跟我講說 你在醫院急著要匯款 然後 因為他打電話給我沒接 所以他就以為是真的 還衝去銀行 匯了三萬塊給他 就在那個短短的餵奶的時間 我們就被騙錢了 天啊 然後後來對 然後後來 而且還好我回播 他說剛剛又打第二通來 所以第二通還好沒有 因為你有餵 他當然在打第二通 對 所以就真的運氣很不好 就在那個時間 然後又遇到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 雖然三萬塊是損失 可是顯示爸爸真的很愛你 是啦 對啊 那麼緊急 然後他就 他就衝去 而且他信以為真啦 對 因為剛好我沒有接電話 所以他想說是不是真的 而且真的很巧 他說我在醫院 我爸覺得說 我可能是有什麼狀況 然後又衝去醫院 沒有在家裡這樣子 對 所以他就緊張了一下 然後失去了理智 是 其實以後接到這種電話 最好就問一下 對 你說你 會問喔 不然你電話幾號 要再重覆一下 不然你生氣當時異 這樣其實就可以 對啊 對不對 就運氣很不好 你幾歲了 這樣子啊 對不對 是 第一次啦 他第一次遇到詐騙的狀況 所以那時候他沒有想太多 就趕快就處理這件事情 是 那說這個 讓媽媽來幫你坐月子 搞到母女關係很緊張 就是說 像剛剛周老師有提到啦 我覺得其實讓年輕人處理 也是一種方式 就是有時候兩代之間觀念會不一樣 又或者是說 就好像我們說光是要不要洗手 去才碰小孩這件事 可能就會 以中國人來講 你好像拒絕人家抱你的小孩 就是一種不禮貌 或者是你很尷尬去講這樣的話 那我那時候呢 我爸媽他們是還好 但是他們會覺得我很over 就是說為什麼一定都要洗過手 為什麼 就是他們有很多疑惑 覺得以前帶你們不就是這樣帶上來 又沒有什麼大問題 為什麼現在要這麼緊張 一直說我很緊張 然後或者是說 我媽媽她好不容易弄好了月子餐給我吃 那我在吃的時候 她就很想逗弄孩子 因為她忙了一整天 她就很想要她玩一下這樣子 可是我才剛把她弄碎 你知道嗎 那時候就會覺得很抓狂啦 就是其實脾氣也不會太好 就會跟媽媽講說 你為什麼要把她弄洗這樣子 因為我好不容易搞定了這樣 可是站在媽媽立場 其實也不難想像就是 她其實是因為她疼孫子嘛 她覺得說 要想要跟她玩一下這樣子 那對啊 有時候這樣很為難 那你就把媽媽弄碎嘛 我剛才跟自己媽媽的時候 還好講 說跟婆婆你會更難講 對 不敢講 更難講